为了让外籍渔工也能配合台湾施行的新防疫生活 前镇渔港渔民服务中心为渔工募集防疫物资 希望将带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落实 并邀请市民朋友持续捐物资做爱心 因肺炎疫情的关系 随船入境的渔工需检疫14天才能进入社区活动 为了让这群长期在海上为台湾渔业打拼的外籍渔工 也能配合台湾实施的防疫新生活 基督长老教会海员渔民服务中心发起募集防疫物资 将台湾人的温暖和爱传递给外籍渔工朋友们 是这样因为我们渔民服务中心长期在关海的渔民 平常也有固定的航船 因为这正是因着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配合政府的防疫新生活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些渔工来募集这些清洁用品 包括口罩包括这些消毒药品 等这些解禁之后的这些渔工 我们再次去访船然后去关心他们 服务中心陈主任表示 需募集物资有口罩洗手卤等 欢迎市民朋友持续将物资做爱心 我们募集的包括一些冠洗用品 包括洗头发洗身体的 或是一些牙膏牙刷或是毛巾等等 包括口罩包括布口罩都欢迎 用这些的清洁关系用品 都能够使这些渔工 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心 也能够体会台湾人对他们的关爱 服务中心定期会到渔港边 宣导及关怀并赠送口罩等物资 让渔工在短暂靠岸或是渔船整补期间 也能将戴口罩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落实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